你在车上都可以看 不见得要回家 现在电脑很方便 手机一按 按一个键 特别在LINE 什么一按 你要看直播的 还是要看播放的 都可以 很方便 那明年我们会送给各位一部机器 什么机器 所有过去法会演讲都在里面 你对海淘法师生的听到的事 总会有2500个演讲 所有演讲就一直放在里面 希望后年还要做一部机器 什么机器 所有三昧水灿 凉黄宝灿 放宴口 地藏经什么经 诵经的通在里面 你在家里自己办法会 好不好啊 你就给他吊在厨房的开息插柴 用听的反而比用看的好 为什么 听佛法 用看的眼睛还会累 用听的容易打坐 我很喜欢听的 如果以讲经说法 用听的效果更大 用看的你会有分别嘛 所以特别这些大法会 我们全部会把它录得很圆满 录音配字幕 你要听也可以 要看也可以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方便 反而越来越不修行 因为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他就不爱惜 不爱惜 所以当然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要制造这个方便 然后呢 在下一年工作更大 我们现在定好很多工作 要把所有重要的翻成各国语文 所以法国人要听法国 德国人要听德国的 缅甸要听缅甸 所以我一定要到处跑 各位以后看不到我 我要去挖掘人才 替我们翻译缅甸文 翻译泰国文 像我们地藏经翻成泰文 泰国人很喜欢看的 泰国人看着地藏菩萨觉得也不错 对不对 他就跟地藏菩萨结好因缘 所以所有的包括阿弥陀经 我们都做好了 阿弥陀经要翻成各国语文 来跑到欧美社会 因为欧美社会喜欢单纯的升天堂 对不对 我们这个更单纯 阿弥陀佛就直接去了 直接去净土了 他们问我净土跟天堂差在哪里 哇那差多了 所以分析给他听 但是对他来讲 没关系净土多一个天堂 你不败了 因为现在教堂很多都没有信徒了 但是呢 用另外一种方法吸引他们吧 他是没有信仰 总是不行 他是用动画 配上他们喜欢的语言 听得懂的 然后有缘就会去听吧 就像吃素 现在在英国德国流行的太厉害 做了素食比我们这边还高级好吃 这是贵而已了 事实上我们咸酥鸡就可以打破他们全部了 但是我们咸酥鸡没有人拿出去炸去卖 他们现在流行那种那种人造肉 哇很贵 我们咸酥鸡随便一块也比那个好吃 那是他们不懂 因为没有人在那边推广 就像现在喝这个奶茶已经风靡日本了 对不对 我们台湾早就不流行了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元一到 那就推推推 所以现在要希望大家发心做菩萨 不要每天忙着赚自己的钱 就算你要赚钱 想说好吧 我赚钱要来推动世界佛教 那有意义吧 因为佛教有用各种各种方法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兰市党指挥官 国来武汉危险已经控制 但是国责疫情又是很严重 提醒他对国外執影的朋友 第一 他会议定 来把处案够好 第二 入境后 要遵守台湾入境 减亚的规定 如果感觉生活不爽快 请你就要说 第三 请配合 国家减予 如果有可能的证图 就要连络安的卫生局 不能给你去看医生 提醒大家 如果生活不爽快 请来把这个处案够好 去看医生的时候 主动说明你的资压 和证金 你以后算 和什么人的接受 或是有大多人做会 方便医生来做办案 和结实的通报 想要提醒大家 继续做好防疫总比 守候社区防疫安全 伟大的母爱 母爱高厚如天 母爱是我们内心 永恒清晰的心理烙印 然而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无数的母亲 因为人类的口腹之欲 而遭受着无尽的苦难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那就是动物妈妈 妈妈 这里的草可真嫩啊 以后我们经常来这里吃 好不好啊 是啊妈妈 这里的草太美味了 我们以后要常来这里啊 这里的草虽然好吃 但是我们可不能经常来 因为这里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危险的 这地方危险 妈妈 这儿哪里有危险啊 你们看那边 那里有好多树丛 这可是最容易躲藏狐狸的地方 哦 那里面真的会有狐狸吗 当然 如果有狐狸躲在里面 那可就危险了 这么说我们以后 就不能来这里吃草了 可是我喜欢这里的草啊 如果你们真的喜欢吃这里的草 那我们可以把家搬到这里来 那样就算有危险 我们也能快速钻回洞里 是啊妈妈 你可真聪明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搬家啊 我都迫不及待了 就这样 土妈妈在这片草地挖了个洞 当做新家 这样就算有肉食动物来袭击的话 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跑进洞里 然而 土妈妈却忽略了他们最大的敌人 那就是 持枪的猎人 这些兔子实在太警觉了 很难打中的 孩子们 快回家 有危险 妈妈 妈妈 我受伤了 孩子 不要怕 来 快跟上妈妈 我们赶快躲进洞里 看来今天还能抓一只活兔子呀 孩子 快点 快跑过来 妈妈 我跑不动啊 我脚好痛啊 妈妈 你这是要做什么 不要管我 你快跑进洞里去 哎呀 好大的一只兔子 它真是疯了嘛 竟然朝着我跑过来 哈哈 打中了 打中了 把生存的机会 留给孩子 自己 却选择了死亡 土妈妈的母爱 让人动容 而生活在美国西雅图 鲑鱼的母爱 也是令人感动的 每年产卵季节 很多条鲑鱼都会千方百计的 从海洋回游到位于它们的出生地 那条河流就在前面 大家加油啊 只要回到故乡 我们就可以生下小宝宝了 是啊 大家可要小心呢 因为那里会有很多捕猎者 在等着我们呢 是啊 棕熊 白头海雕 他们那些家伙 应该早等在那里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为了我们肚子里的宝宝 也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好累啊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好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不要停下来 这里可是白头海雕的地盘 我们快走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孩子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我一定要活下去 躲过了棕熊 和白头海雕猎时的这群鲑鱼 他们的产子之路 依旧困难重重 这几天的雨 下了个真大啊 你看 这条路都被水淹没了 好在 今天水退下去了 总算露出了路面 哎呀 那是什么 那好像是一条鱼啊 一条鱼 这怎么可能啊 公路上怎么可能有一条鱼呢 哎 你快看啊 是鲑鱼 真的是一条鲑鱼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鲑鱼 竟然在 横越马路啊 大家加油啊 这可是一条捷径 只要过了这条公路 我们就能回家了 就可以孕育我们的宝宝了 是啊 我们冲啊 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为了孕育肚子里的宝宝 这些鲑鱼啊 不顾一切地返回自己的家乡 他们 真是伟大的母亲啊 对 我们 应该帮帮他们 可千万不能让车压倒他们 宝贝们 过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的 历经千辛万苦 只为产下自己的宝宝 鲑鱼妈妈的爱 是那样的令人感动 动物妈妈的爱 有时候 甚至会超越物种 老公 我们家的母鸡 有些不正常啊 它怎么天天赖在窝里 成天都不动啊 搞不好 它在下蛋 或者是 在敷小鸡呢 嗯 或许吧 女主人 天天都去鸡舍查看 但是 这只母鸡 既不是在下蛋 也没有敷小鸡 老公 我们家的母鸡 是不是生病了 要不 就是忧郁了 否则 它怎么会一直 待在鸡窝里 既不下蛋 又不敷小鸡呢 你的想象力 可真丰富啊 一只母鸡 怎么会得忧郁呢 哎呀 母鸡身下 好像真的有东西哦 它不会真的 付出小鸡来了吧 可是 没有鸡蛋 它怎么能 付出小鸡呢 什么声音 好像是从母鸡身下 传来的 我们看看 这只母鸡 究竟在干什么吧 啊 小猫 我们的母鸡 怎么会付出小猫来啊 天啊 我们的母鸡 这些天 一直窝在窝里 竟然就是为了 这两只小猫啊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 鸡窝里比较暖和 这些小猫就过来取暖了 幸运的是 它们遇到了 有爱心的鸡妈妈 鸡妈妈 出于母性伟大的爱 便当了一回 猫妈妈妈 将这些小猫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为它们挡风取暖 哈 真是不可思议 母鸡 竟然会给小猫 当妈妈 这就是母爱 超越了物种的母爱 亲爱的朋友 你或许 难以做到 戒杀乳素 但你 不能无视 生命的灵性 你或许 不能认同 生命的平等 但你无法否认 母爱的伟大 希望我们 能够通过这些故事 真正的懂得 动物们 有爱 也有情感 它们有悲伤 也会痛苦 它们的母爱 也一样 惊天气血 震撼下